莫少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修熟 第二百九十几 思慕第一次有了这种想了解一个女人的冲动 为了避免这段时间的尴尬 思慕也努力地开启话题 嗯 还不知道这位美女叫什么名字呢 这样拔刀相助 以后我肯定要请你吃饭的 你可不知道 我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事情 要是迟到了 可就真的不好看了 因为那个客户真的要求很高 一般情况下 我也是不敢迟到的 你可以叫我雨薇 不用请我吃饭 只不过是顺度烧你一段 再加上 今天我心情很好 所以没什么可感谢的 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关我我的名字了 郑雨薇落落大方地说着 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淑女的气息 一点都没有那种搅柔造作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吸引思慕的原因 她看着这个女孩 真是越发地喜欢 我叫思慕 真的很感谢你 无论如何 这顿饭我是一定要请的 这是我的名片 你以后有任何麻烦都可以找我 我会尽力帮你解决的 郑雨薇随手接过名片 真的不用 你看 过了这个路口就到你的公司了 其实也没有多远 不过就是顺手带个人的事 我一个人开车也是开 多带你一个更是开 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你就当时我想要请你吃饭 想要跟你约会的一个起点 不就行了吗 你还说我直接 倒不如说 你比我更直接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请我吃饭 就看你的时间了 我随时都可以 看郑雨薇很是爽快地答应了自己 思慕觉得 自己理想要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她也是第一次这么迫切 想要跟一个女孩共庆晚 眼看还要五百米的路就到公司 思慕也更加不舍得 就这么让她离开 你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坐一坐 我可以带你转一转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吃饭 只是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不行 我还有其他事 改天吧 你先去公司 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无奈之下 思慕只好离开 而她自己也灰溜溜地去了公司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不想上班 想要跟一个女人深度了解下去 只是没想到 事情就是这么不强 要是放在平常 她早就跟这个女人出去玩了 但是今天 她要约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如果不见的话 他们墨市集团很可能会被有吞并掉的危险 所以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着想 她只能摆脱自己的个人感情 到公司之后 客户其实早就到了 看见思慕现在才来 迟到了四十分钟 大发雷霆 你们墨市集团的人 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生生让我在这里等了四十分钟 你可知道 时间就是金钱 这四十分钟里 我可以挣多少钱呢 就这么被你浪费了 看见思慕丝毫没有道歉的样子 这老总也不想再谈下去 人还不能有个急事嘛 再说了 我只是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一会儿而已 你可以在这会儿时间继续办公呀 思慕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可她今天心情本就不好 再加上 自己又错过了一次重要的约会 更觉得眼前的人不值一提 但为了公司着想 她还是低声下气地说 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们之间还是不要合作好了 没有想到墨千行不在 他底下的人居然这么嚣张 要知道 你们的墨总 也没有敢如此对我说这种话 顾总也是个讲理的人 他也知道 让思慕管理这么大的公司也是不容易 毕竟 他是墨千行身边的红人 过多责怪也不好 只能好声好气地说 对不起顾总 是我没有事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也是因为今天一大早 车抛锚了 没有办法按时过来 再加上路上出了点急事 这才迟到了 我也是很着急 才会这么暴躁的 请你原谅我 下次别这样了 你可知道 我对你是给予了很大厚望的 虽然墨千行生病了 但是我相信你的能力是不亚于他的 所以我才敢跟你们公司继续合作 但是如果我连基本的手势都做不到的话呢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能做好我们的产品呢 思慕只能一个劲道歉 努力把自己身上的锐气给削减掉 这才让顾总消了消气 两人才继续谈合作 据他了解 现在林氏集团跟骑士集团 已经盖过墨氏集团的风头 只因为墨千行身体的原因 他们股价已经大跌 然而又因为没有人去创新产品 所以墨氏集团 一直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鼎盛时期 现在他跟顾总的合作 也是想要创新他们的产品 争取把最高端的产品放在市场上 这样好盖过林氏集团 跟骑士集团的风头 然而这件事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想要做好这件事 也需要时间跟人 现在是时间 时间没有人才少 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顾总直接给了他一个很关键的建议 要么停掉这次生产 保抵他们的利益 要么拼一把 用现有的人才技术 将产品做到最好 但是也可能遇到 产品不是那么专业的风险 毕竟 他们第一次尝试这种方式 但眼下 他们不能看着墨氏集团 就这么被林氏跟骑士打压掉 这样 可能真的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所以说什么 思慕都要为此拼一把 也算是为墨千行这段时间的付出 做一个了断 他是亲眼目睹 墨千行在病床上还不停工作 跟助理讲工作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fate会